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推动DigiPlus方案 从智慧城乡 智慧政府 产业应用 资讯安全 人才培育 创新法规 到网路建设 希望建构能与世界竞争的产业发展环境 并提高民众的生活品质 未来超宽屏网路建设 就像把水管加大 可以传递更多的资料 让GigaBips等级的网路覆盖达90% 不管是在里岛 村落 都能享受网路服务 视讯不断线 也让偏乡居民享有高品质的医疗服务 创新法规 藉由建立沙盒的制度 在风险可控的环境下 进行测试产品与服务 让无人载聚 AI 金融科技 都有创意实证的机会 跨领域数位人才培育 从中小学开始扎根学习 到大学教育 推广城市设计 竞赛 并透过在职培训与国际影才 打造全方位的数位人才与 AI 科技精英 有别于过去人才培育的做法 针对业界 AI 需求 请业者出题 透过平台媒合具备相关核心技术的学员组队解题 专业师资协助 落实实务专题方式的培训 并链接国际大厂资源 完备教材 师资及人才认证 维护资讯安全 政府将透过完善法治 技术提升与资安联防机制 降低各项诈骗和各资外泄等风险 让人民在安全的环境下 享受智慧科技所带来的便利 产业智慧化 透过 AI 系统整合 智慧机械 打造24小时无人工厂 也透过跨境电商 资料经济 金融与文化科技 带动数位经济产业规模成长一倍 达到6.5兆 一站市政府服务 改变民众花费大量时间 跑到多个政府机关零贵申办的问题 透过政府跨机关的资料联动 目击变更 业务申请 都能在单一机关轻松完成 智慧城乡 整合中央与地方 跨区域治理 智慧交通 公共设施 环境监测 促进地方创新 提供民众优质生活环境 政府的力量有限 民间的力量无穷 政府将全力支援民间的区位经济发展 并提升民众的生活品质 如果您认同我们的理念 欢迎将这个影片分享出去 透过大家的力量 支持台湾数位经济发展 共同创建我们的智慧国家